当时在课上我自己没有觉得我自己进步很大 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比赛是Learning Leaders to Thanksgiving 那个感恩节的比赛 然后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 我们是去进novice 然后当时也没有怎么想 就比较努力的准备 然后read over就是那些research packet 然后写cases写blocks crossfire什么都非常认真做 因为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然后一上场的话 其实那一次第一次我的比赛 我们就是novice的冠军 所以说是比较出乎意料的 我现在是这样 就是前面一个月的时间 可能就随便看一些相关的新闻 如果看到什么有趣的文章 就收藏一下 然后到时候回去可以再看 然后read research packet 什么的写blocks 然后的话其实课堂上也有很多机会 就是也有很多training sessions 也有很多机会 去就是run through your case 所以这对我来说 其实帮助也挺大的 我自己觉得听课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说老师的comments 就是每次judge's feedback都比较重要 然后你可以从每次 特别是去各种比赛的时候 你可以去聆听一些judge's feedback 可以交一些比你大的 年龄比你大 经验比你就是多的那些朋友 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可以跟你分享 比如说proset NSDK的话 有几个问题我不懂 然后我就会问一些比我年龄大年长的那些学长 然后他们就会很就是给我很多很多的comments 关于我的case 关于怎么improve 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是 有什么比赛就报什么比赛 就是在时间 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会去报一些比赛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那我会选择性的 就是分析一下我现在的priority是什么 我现在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我自己特别对一个topic感兴趣的话 变体感兴趣的话 那我可能会去参这个比赛 然后如果我可能就是说 我去年这个比赛去过了 然后我觉得对自己帮助不大的话 我水平不是特别高的话 那我也可能不会去这个比赛了 所以是真的是要看你自己 如果你是个新手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 其实参加越多的比赛是最好 比赛是最好的比赛